剛剛有講到在愛中不要懼怕這件事情 今年其實是 張老教會慶祝幾週年 150週年 今年我們也 上上個禮拜在公告社 我們舉辦一個展覽禮拜 是在今年說 120 年前 巴克里牧師 他帶領日本的軍隊 亨敵入台南 就那個時候 清國跟日本打仗 然後因為清國輸了 那台灣就被割讓日本 那日本的軍隊當然就要來台灣接收 然後從北部一直下來 那整個接收的過程其實是還蠻 就是不平安 就會消殺如虐都有 然後所以等到軍隊會要到台南的時候 台南的士生就去拜託巴克里牧師 還有宋仲堅牧師說 如果你是外國來的傳教士 那是不是可以拜託你幫我們去跟日本人談話 他可能不能就和平入城 他就不會有任何一個人受到傷害 然後所以那天晚上 一路上巴克里牧師跟宋仲堅牧師還有幾個信徒 他們就走夜路 那個時候都還要拿火把的時代 走到軍營那邊去 一路上我想他們心裡面可能還是會覺得有點怕怕的 因為就是沒有帶武器 不是要去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但是一路上走去他們就這樣唱著詩歌 然後走到人家的軍營 然後去跟人家談判 感謝上帝的保守 談判的結果就是好 那就隔天早上日群要入城的時候 對和平的入城 然後就沒有一個沒有巴克人的受傷 巴克里牧師是這麼樣子的愛台灣的人 然後讓他在整個服侍台灣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很盡心機體的 然後也沒有恐懼的 因為他領受到長途的愛 然後用文字傳道的方式 把這樣子的愛來傳染出去 那這是這一個禮拜的公報 每一個禮拜都會出一份報紙 台灣交換公報是台灣的第一份報紙 就最早最早 我們有這個不是即時紀錄 但是我們有這個紀錄 是最早的一份報紙 那我負責的部分是 普世教會的新聞 就需要去網路上搜尋出來 其他教會的消息 然後把它找人翻譯成中文 然後放在普世版 然後其實因為我們的版面有點後面 所以我也知道大家通常不太會看到這裡 但是十二版或古世版就是我負責的 然後因為今年我們有帶剛剛在說的那個營會 所以也有邀請這些年輕人來寫專欄 所以下面他們其實已經現在已經離開台灣 他們現在在有期欄 然後就還繼續跟他們邀稿 請他們分享說那他們在有期欄學到了什麼 所以我可以留個禮拜還可以看到 資本的報紙大家真的就是 已經會越來越沒落 大家使用媒體的轉向網路媒體 那我們也有網路的報紙 請大家去搜尋TCNN 然後Google就會到台灣教會新聞 台灣教會通報新聞文 然後我們所有的新聞都會放在網路上面 然後也會 如果版面不夠 然後所以有相關的部分 也會把全文放在網路上面 那當然我們也有臉書粉絲團 那更新也有 臉書的粉絲團 更新也有那個網站 如果你覺得更新這篇讀起來很好 然後你想要分享給其他的人 然後你就上更新的網站 就在這後面 那公告社還有做 新眼光讀經所冊 這個是給成人看的 就是每一天的紀錄 然後每一季 每三個月會出一本 那這一季真的 就大家鎖躍 鎖躍 鎖躍的鎖躍 然後所以 我們已經存過沒有很多了 然後但是下一季 就是明年一到三月的 如果大家覺得需要的話 就再打電話來公報社 就是E-mail給我們 就說你要幾份 那幾本 那幾去哪裡 那我們就運氣過來 那通常華語班的年齡層都比較年輕一點 所以也介紹一下 少年新眼光 這是我們今年新出版的刊物 它主要手訂的是 就是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的學生都可以用這一本 紀錄跟聖真版的是一樣的 每天讀一篇聖經 然後裡面會介紹說這段聖經在講什麼 然後這段聖經跟你跟我在台灣的處境有什麼關係 然後有些行動方案 那因為是別小 比較好看的 不是小朋友 因為年輕人 所以是彩色的 而且 因為 負責的面積都很年輕 然後會想一些花樣 想說有玩花的就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剪下來以後 我們再把這個剪下來 然後就可以裝上去 就可以讓他換衣服 小朋友會 沒有說小朋友 青少年年輕人會還蠻喜歡的 然後有漫畫 然後也會 常常會介紹台灣的本土的文化 原住民的文化施工等等 所以是真的還蠻豐富的一個長期手針 很適合小組或是團系的聚會的時候可以用 個人林秀也是很適合 再來是送一集 裡面有很多歌可以唱 每一季會出一本 那因為再來聖誕節快到了 所以這一季就有很多聖誕節可以唱的歌 不是只有我們唱歌 也有那種吃歌類的 夜的流動 從剛剛講到現在說 我們這些東西都是免費索閱的 所以你們如果需要的話就打電話來通報社 然後說我需要十份分析 二十份公報 然後五本新年光 五本上臉新年光 五本收音集 只要你有打電話過來 然後鎖閱 然後我們就會把你記錄在那個資料裡面 就會繼續記得 然後前陣子我們有接到一通電話 她是一個 在台北的姐妹 她說她要五百份更新 然後是每一個禮拜 就是請我們接到台北一間公司 其實是要送去給美國的台灣人 叫我們 然後姐妹 這間公司這陣子就更新 然後也知道說運費 郵費是還蠻大的 或是每個禮拜這樣一直寄 然後五百份的更新的話 所以因為他們那個公司 會固定寄東西去美國 所以就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那我們就先寄到台北就好了 他們在塔拉寄到美國去 這樣每個教會人會有 每個禮拜也有分清可以探 那所有這些事工都是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人 願意投入在這個過程當中 奉獻很多的時間跟精力 然後也是因為有很多兄弟姐妹的支持 跟關心 然後我們才能夠一直走到今天 然後已經公告社今年在慶祝 一百三十歲的生日 那每一年每一年 我們社長今天在台語 台語堂那邊講到 每一年到年中的時候 我們社長就開始爆頭 可是我們要帶來的經濟要怎麼辦 然後 他會有很多事情會需要去考慮 可是我們整名公告社的 所有的同工大家都很一致的知道說 我們在做的事情雖然 可能別人覺得沒有很重要 但是真的就是一顆小小的種子 不是今天都能夠發展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就繼續做 慢慢的做 所以就像過期了 過期的更新 有一天也會 在某一個人的心裡面 在他的心田上面 就這樣丟了一顆種子 過期的新年光 國際求策 其實也不是過期 那些東西都會一直流下去 然後會慢慢的改變台灣 慢慢的改變我們社群的人 那也邀請大家 為了我們接下來這一年的事工 來關心帶導 那中共裡面也有我們的請安寒 想更了解我們的事工的時候 就有請大家上去看 然後還記得我們的網路新聞叫什麼 再請大家去Google TCNN 上面也有很多點音 就是有些特色教會的影片介紹 還有星球音樂也在親入中年慶 然後有些 辦一些活動會的小章品 大家可以先去參觀看看 那最後也要請大家 把光報室放在心裡 然後為了我們繼續導航 然後也真的很感謝 兄弟姐妹要請我這個機會 跟我跟大家分享 謝謝